旧金山台商会在密尔比达市举办第21届新就任会长交接 在驻旧金山办事处长傅政刚的尖交主持之下 新任会长江淑儒将硬性交给新任会长迪佩华 完成新一届商会的传承 台商会员们齐聚一堂大家有说有笑 旧金山台商会在五月花餐厅举行第21届新就任会长交接 当年共有驻旧金山办事处长傅政刚 还在工艺主任吴玉华等其实人出席 那这一年内我们总共有第一次的接会 又邀请到很多人有那个财经讲座 保险讲座台湾相处会话 因为处理在某个地方上的项目上 对我们的情节非常地欺慕 所以大家对接问座的支持 对来源的支持也引申到我最好的 我个人的支持 所以我个人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比较可以接受的情感 大家陆陆续续续 多一点 在副政杠处长的尖交之下 现任会长江淑儒 把硬性交给新任会长迪佩华 副处长也代表乔委会委员长陈世辉 为办法感谢壮给两位会长 感谢他们对商会和桥界的贡献 李佩华表示 未来将在既有基础上 持续促进台商商机发展 身份主流社会回馈台湾 他并带领新的干部团队宣示 帮忙和扶持 我才能够成长和壮大 希望各位就把这个家跟我一样 当作是一个自己的家 乐乐融融 我们相聚一场 能够珍惜有情有缘 我们来这里是做朋友 做兄弟姊妹 我们不需要其他人 所以我们就互相交心 成立于1995年的旧金山台商会 目前有将近150位会员 宗旨是要争取台商在美国的权益 强化会员间友谊 凝聚关心台湾共事 及促进台美文化经贸往来等 当年艾佳被全人关怀中心 总干事吴怡明牧师 也为了旧金山台商会的捐款 特别致赠感谢壮 希望商会能持续发展茁壮 韩文外电视黄本初 美国上和西台访报道 美国上和西台访报道